HELLO 大家好,我是HELLO 今天就跟大家來看一個 我在澳門這麼久以來 最喜歡的一個景點就是 Gunia街 其實這個地方我除了拍片之外 我聽很多 這一天我們將會有一個遊客的身份 我們今天的身份是在海外 回來百萬年新的一個... 治澳 今天在澳大利亞那邊回來 剛剛下飛機 立刻就要過來這邊 體驗一下人生 那我們為了避免被人抄牌 我們就在這裡出發 在那邊走過去 雖然今天有點熱 但是我不怕 在韓國慣了 這些小小的溫度拿不到我 我們在這裡走過去 熄食器 起臉 好曬啊 這裡太陽 為什麼去到哪裡都不放過我 看來 茅頭雲 網絡好像拍美劇那些吸血鬼店 看到那些高呼晒都在那邊追起 好曬啊 今天真的非常的曬 你們看 還好嗎 這裡在哪裡啊 我們進去探險一下 我這裡大大話話都來過三百多次 但是都不見原來有一個這樣的地方 哎呦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找一個指示牌 跟我說說這裡在哪裡啊 我看到啊 農場區 這裡應該是 舊時用來做農場的地方 你看看沒有什麼遊客 阿姨啊這裡是做什麼的啊 這裡可以走出去的 哦可以走出去的啊 哦 就一個逛街的地方 對是 哦 我今天會不會是第一個來這裡的遊客呢 這個地方都是我的 好害怕 看前面出不到 我要在後面那個逛過去 障隱房 不懂 我覺得這裡的地方差點花花草草 是不是呢 不是啦 就這樣很單調 都不知道進來是做什麼的 嘩 這裡有 我們進去看看 泳池 夏天可以在這裡遊玩 哇 有一天二隻金馬 阿姨這隻金馬 好像不可以 請勿捉我 嘩 有蒙蘭 有美容 有賽格 我們走了 這裡好像沒什麼特別的東西 我們出去吧 不是有冷氣 好像沒有冷氣 有冷氣 好想有水 竟然這裡有 除了我之外的遊客 嘩 這裡看上去好像有 日本感覺 差幾句日文 為什麼有這麼多遊客 這裡 進去假裝遊客 唉 我們去買杯咖啡喝一下 我好像 走錯地方 去了一個不知名的地方 有沒有一個地道的澳門人 可以跟我說一下 這裡在哪裡 我會不會死在這裡 太陽很大 一段距離要用 三步過去 不是會浪費 是不是進了村 我好像回了鄉下 這裡在哪裡 有一間 看上去的咖啡室 會不會回不了家 我們出來了 準備中 先戴口罩 最近很多人養了 到了 有人在排隊買牛雜 我其實今天來的第一大目標 就是試一試那間牛雜 因為每一次看到他 都超級每一多人排隊 嘩 每個人都在這裡吃牛雜 還有一個遊客 我都要找到廚坐客 就這陸 真的很好吃 吃牛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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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吃牛雜 你們吃了很多次 每一次都說一般 但是我今天決定要給多次機會 因為他最少人排隊 吃什麼 你吃牛雜 吃牛雜 你吃牛雜 黑麥瓜 要一個黑麥瓜糯米糍 那裡被人霸了 我們去找個別的地方 找個地方放手機 糯米糍 吃牛雜 一般 為什麼過了這麼久 都是沒有什麼獎勁 跟以前差不多 因為味道不好吃 慢慢來 為什麼會買黑麥瓜 因為他 為什麼很熱 好了 我們繼續我們的旅程 為什麼不突然會繞到這裡 嘩 見到都熱 見到都熱啊 兄弟 老實說 那間牛雜 我很想排 但是真的太多了 安德露 可能是世界上最好吃的葡萄 可能呢 牛雜 牛肝 雞 雞 雞 藥房 每一間都強行加牛雜 是不是 每一間都有牛雜 不是賣牛雜的也有牛雜 賣雪糕的也有牛雜 之後就連藥房也有牛雜 周圍的人都在吃牛雜 再見啦 觀野家 你分手更難受 我們先進去Like那裡量一陣冷氣 Like 我來了 在這裡先 好了 我們量完冷氣 賺了5號 我們去買咖啡 咖啡 小飛醬 蠔國餐 有沒有人吃過 小飛醬是否一個卡通片 觀野家 其實留心看得到挺漂亮的 這個是什麼 當嶺 遇上 貓 花花露露 看到了一隻顏色 哇 這間是什麼 蠔色辣魚店 有人專門來拍牛雜 你看多厲害 澳門的牛雜 澳門的牛雜 已經取代澳門的葡萄 還有豬扒包 馬上上升到第一位 但是作為一個澳門人 我竟然沒吃過 一般誇張的熱 太熱了 今天就和大家走到這裡 我們下一次冬天的時候再過來 那就到這裡 我要飛回去澳大利亞 我們下個冬天見 如果你想買東西可以找我 我也要飛回來 拜拜 拜拜